这张画画的是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总理 这张画我用了一个月时间 比较难画 为什么呢 因为这张画原始照片是黑白照片 我给变成单颜色的红色处理 所以说比较难 所以说时间比较长 然后我这张主要是表现的李光耀的整个魅力 他的这种睿智坚毅无私奉献 这种人格魅力也深深感动了我 因为我之前也画过很多张李光耀 每张感觉都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 因为你画家画画此时此地的这种感觉都是不一样的 每张画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 那么颜色的处理也是不一样的 我基本上都是用刮刀画画 所以说比较难都是用刮刀画画 都比较难 因为用笔画画太容易了 用刀画画太难了 用刀画画也是我的绘画的这种风格 这张画上一些细节处理 我个人觉得还是挺迷人的 比如说鼻子啊眼睛啊嘴的这些处理 自己还是花了很多的心血吧 这个红颜色我特别喜欢这种中国红 这种中国红呢就是介于大红与珠红之间 那么大红呢它就过于的重 那么珠红呢又过于的俗 那么我取大红与珠珠红的中间的这种色相 来画这张画 好吧 好吧